回到蓝宣时间 那显然的这个柯文竹医师呢 要带领大家进行一场政治上的冒险 但是这场实验跟冒险呢 会不会有波折 会不会有风险 但是会不会也有希望 这部分呢是大家要去评估的 最后要回到一个非常务实面的 来请教柯医师 台北市青年人很多 来这边打拼 最主要你也一直在谈到所谓的权贵 最主要背后呢是贫富差距 有没有任何的想法 是你未来会具体落实的 加薪 我想这已经不是产业发展的 那么大的一个议题了 有没有可能透过一些手段 来进行加薪 或者是加税 像过去有郝龙斌呢 你曾经用过加豪宅税 来设法增加台北市的收入 你的这个具体做法是什么 这个问题啊 我也问过企业家 其实在如果真的上任 最重要一件工作是Job Creation 是增加就位机会 就是说你不要讨论什么加薪加税 政府做的是让建一个平台 让人民可以很方便的去发展 所以比方说来 南港科技园区的 市民北投科技园区的 这个要这个就如果加速开发 它就引进厂商 它就增加工作机会 比方说共办都更或加速整个 整个那个都更的流程 速度变快 让其实台北市 但这速度再快也要时间 因为速度一变快 民间盖房子的速度就增加了 其实盖房子是最简单的内需型经济 而是让台北市超过30年的房子 有45万户 那些理论上都应该重盖 所以意思就是说 不要去讨论加薪加税 而是Job Creation 所以创造一个让年轻更容易创业的环境 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增加整个台北市盖房子的数量 所以台北市长要想的是 如果在台北市增加更多的Job Creation 这才是比较实际的 但是这个真的是确实需要时间 那为什么你觉得加薪跟加税 这两个似乎比较直接拒绝 而且快速的方法 你觉得不可行吗 第一加薪钱从哪里来 第二加税 加税我跟你讲 所以增加Job Creation 他自己税就会增加 而不是在现有 意思就是说 一只羊剝不出两张皮 你要养更多的羊 一只羊还是剝一张皮 这战略概念要这样想 所以要增加更多的工作跟有情人 所以加薪加税 明白讲 这才是喊口号 这不可能 但是如果说 所谓的分配不均的概念存在的话 他就是在于 可能是不是更金字塔顶段的 应该就要更多税呢 豪宅税那个是当然可以讨论 要怎么计算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这个就牵涉到税机跟税率 这都要去解决 我倒觉得是这样 我是很反对到 每次都说我喊口号 其实这才喊口号 还是要回到很确实的说 到底是多少解决 我们要拿下方 在关注这些 Troy 我们下期再见